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青春可人 要么活泼可爱 亦或是霸气干脸 但李耀元却同时具备了这三种气质 他可以在不同的风格中游刃有余地切换 更是被韩国观众评为 演戏功底深厚 演技稳定 因为信任而看的演员李耀元 他可能不像宋慧桥 金太熙和全志贤一样 是人尽皆知的女神 可是他的电视剧《49日》《黄金帝国》《不月城》 相信不少的韩剧迷都是看过的 但凡看过李耀元电视剧的观众 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这个女人太帅了 在韩国李耀元被誉为演戏天才 因为音异等问题 李耀元还有别名李耀元 1980年4月9日 李耀元出生于京剧道城南市 17岁时李耀元通过模特选拔而成为演员 第二年他便在畅想小说改编的电影 《男人的香气》中 饰演明士斌的少女时期 从此踏入影视圈 都说出名要趁早 21岁这年 凭借着电影《猫咪少女》 李耀元一起斩获青龙 及白享一首大赏的新人奖 此时的他可谓电影圈一颗然然生气的金星 李耀元也因此被媒体称为 沈银河的接班人 但惊待了所有人的是 正值事业上升期的他 却选择在24岁时 踏入呼应的殿堂 消息一出 韩国民众备受震惊 因为自从沈银河离开后 韩国人总在寻找小沈银河 李耀元长得又与沈银河很像 演技中的弯转灵气也有神色之处 可在大家以为他的演艺生涯才开始时 李耀元却直接属身 让人倍感惋惜 要知道 当时李耀元参演的电视剧《大旺》 也是收获了极高的熟视率 可那时坠入爱河的李耀元 却突然决定停滞活动 那么他的丈夫到底是谁呢 原来李耀元选择的是 比他大六岁的商人 兼前高尔夫球手朴振宇 朴振宇 高尔夫打得很好 一度被韩国媒体介绍为 职业高尔夫球手 但实际上 他是一名经营分销业务等 多项业务的商人 据悉朴振宇 更令人责舍的身份是采发二代 李耀元的公共有一个中型企业家族 家族在仁川等地 经营着多家企业 其中还包括一家化学公司 而李耀元与丈夫的相识 是通过演员赵乳珍的介绍 最终两人仅仅相谅了100天 两人于2003年1月火速完婚 对此 李耀元表示不后悔早婚 他对自己的婚姻表示非常满意 同年12月 李耀元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女儿 如此迅速的节奏 再次让粉丝们大吃一惊 事实上 李耀元是一位非常自信的女性 这样的自信 才让她能够在24岁 事业巅峰的时候就结婚生子 要知道 那时的大环境下 这样的做法是大多数女演员 都会忘却步的 2005年 就在退圈结婚生子的两年后 李耀元决定重返电视剧 史上70后 然而 还没等她回归娱乐圈 公公的反对成了巨大危机 当时李耀元的公公坚决反对 并表示 所有的毁约金我来承担 最终李耀元在丈夫的支持下 不过公公的反对 回归了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回归 电视剧《时尚70后》 收视率突破20% 成为当年的票房领军人物 李耀元凭借这部剧 在年终颁奖典礼上 横扫各类的演技奖 此外 在童年《时月》上映的电影 《光者的弟弟光泰》中 李耀元更是延起了 国民初恋女大学生 这位演技与美貌并层的女演员 再次惊认了观众 从那以后 李耀元成为了一个 完美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职业妈妈 2007年 李耀元出演韩剧 《外科医生凤达希》 饰演自小 体弱多病 梦想成为一个医生的达希 此后的李耀元 更开始了她的霸道女总裁指路 在韩国导演心中 李耀元是女总裁的最佳代言人 只要镜头一开拍 她就是全剧组气场最强的女人 电视剧《黄金帝国》里 李耀元刻画的女总裁形象 堪称完美 即便是和一群老戏骨标戏 李耀元的演技也丝毫不逊色 其他演员演起内心戏 可能就会被批面瘫 但李耀元不会 即便是面无表情 她总是能通过演员 传达出人物丰富的情绪 所以李耀元也被认为是 最会用眼神演戏的女演员 在戏里 她永远是自信端庄且高贵的女王 但只要拍摄一结束 她又能立刻变回为呆萌温柔的淑女 所以喜欢她的剧名朋友 会称呼她小白兔 这种戏里戏外的反蒙差 是独属于李耀元的个人魅力 与此同时 她在2014年和2015年 先后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和第三个儿子 而在生完第三个孩子一年后 重返电视剧 《遇世男政级》的李耀元 依然完美演绎了爱情喜剧中的女主一角 纵观李耀元演出过的全部作品 有两部电视剧 是她现阶段演绎生涯中的最佳代表 第一部是《慎德女王》 这部戏在韩国的地位类似于《大肠金》 因为这部戏李耀元两次荣获了最佳女主角 另外一部就是《49日》 在这部电视剧中 李耀元一人分射两角 她通过不同的知识语言 将《天真开朗》的《智行》和苦情抑郁的《宋依景》完美区分 虽然戏中赵仙彩和丁一宇的表现也很出色 但李耀元的演技被公认是整个剧组的亮点 这部作品也是迄今为止 最能彰显李耀元演技的佳作 有人说李耀元是韩国同年龄段演技最好的演员 面对这样高的赞誉 李耀元总是很谐虑地表示 她只是忠实剧本在表演 什么时候该哭该笑该生气 都是原原本本按照编剧的意愿来表现 在她看来 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情绪 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刚入行的时候受过一些赞扬 她说那时候靠想象力在表演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 也学乎了一些表演的方法和技巧 所以才有幸让她的表演 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2016年李耀元总演商战剧《不月城》 饰演拥有着巨大野心的黄金女王徐一锦 霸道的女王人设也是帅到没有朋友 2017年她在讲述人情复仇的韩剧 《复原动复仇者们》中也有出演 在里面担任复仇三剑壳之一 展现了巨大的反差萌 明明外表是女王 性格却软萌的不行 恋人爱不释手 李耀元在这部剧里 赤眉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白富美大小姐 外表看起来优雅又高冷 话不多说 但气场失俗 然而就是这么一枚超级难亲近的大小姐 实际上却真的软萌 在别的演员修理演技的时候 李耀元普京拿遍了各大电视台的最佳女主角 还先后成为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也许她不是顶级美级 但却让人越看越沉迷于她的颜值当中 不笑的时候 是霸气侧露的代表 笑起来又如春日的阳光一般 和煦温暖 明明可以靠颜值圈粉的她 却在出道的22年里 用自己的演技成为了无差评的名品演员 如今41岁的她 不仅扮演着先妻良母的角色 而且还享受着作为演员的乐趣 事业与家庭在她的人生里同样完美 事业这样一个可帅气可温柔 还能用演技征服所有人的女人 又有谁会不喜欢她 同里耀元最新分享的照片 可以看到她的皮肤状态还是相当好 扎着丸子头 成了一件尖领运动山式样的上衣 对着镜头摆出各种表情甜美笑容 活泼模样就像大学生 让粉丝们大感惊艳 看到欧妮的最新近况照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纷纷承载李耀元动灵美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演技不断提高 但面容依然像当年一样青春亮丽 今年李耀元也是为观众带来了 自己的星座绿色妈咪慧 在这部剧中李耀元也时日突破自我 再次为大家带来惊喜 谁时候加入豪门 就会断送自己的事业呢 李耀元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 即使结婚 永远也可以活出最恋美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